今天把老李请到我们家 咱们吃一个黄焖蒸鸡 现在开始先收拾 把鸡收拾 今天咱们做的是 爬的扣碗那个黄焖鸡 这小鸡选的不赖 把这肺子扣扣呗 鸡做成块 这一次能蒸个 蒸个鸡碗 现在把这个鸡一个芒芽味 放着姜 切点葱花 盐芒芽味 三块盐都行 再来点胡椒粉 去点腥味 料酒 在家也就这几种东西 没有那么复杂 好了 装回 想要这个好吃 咱们别加水了 直接是拿鸡蛋 这大概有的是两把 自己吃不要放那么多 鸡蛋刚开始先放三个 抓 不够了 咱再打 老李 做菜特别喜欢十三香 而且这淀粉从来不用水去干 都是用鸡蛋 那你说我要把鸡蛋和淀粉 直接给它和好 这不一样吗 你当挂出来就挂不到位 大家看一下 这鸡抓到这个程度 也不邋遢 你要是挂糊润 挂不好 还邋遢 就是全都粘在食材上了 对 全都粘在食材上包裹了 这个缝啥子 抓得特别到位 好嘞 下面咱们开始炸 大家下车时候 一边下开 这个垫也别太厚 应该是四漏肉 不漏肉那种感觉 应该把它炸成金黄色 里边特别松软 炸起来 你弄坐拾着点 坐坐拾一下 真的坐拾了 真的坐拾? 咱们是主家 不怕给的多 不怕给的多 我会喝点人家叫来个切 不知道咱们 您别说着这个就行了 好 烧烧烧汤 这个油不要大 油脏不要大 就来点净油就行 炸一下香料 花椒 炒的味 放进去 练一点 炒香 这料炒锅 炒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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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点不紧 来点十山姜 干什么厨呢 十山姜大厨 十山姜不怎么放太多 我们把它切的圆味给压住 它是老抽提的色 烫着鸡往自己 正好 这个扣法不用打芡子以后是吧 对不用打芡子 就是圆汤 好嘞 蒸多长时间 这叫蒸菜 好了 咱这小鸡蒸了一小时 也到时间了 口水 嗯 切会儿 切会儿 这个菜可不容易 一小时 一夹就烂了 大家看看吧 吃着 嘚嘚的 倍儿弹 到嘴里边 一面 这骨头就出了 黄焖鸡后碗 八大碗之一 后边还有七个碗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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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